回到新闻现场带你来看到 在桃园文中一路上 有一处五层楼的透天别墅在施工 但是有民众募集到 竟然有一名大约六七岁的小男童 他就在屋顶上面奔跑嬉戏 而且现场没有任何的防护措施 让人看了捏把冷汗 红衣男童在屋顶上跑来跑去 一会儿又跑去另一边的屋顶 看着工人施工 身上没有任何防护措施 就在屋顶上奔跑嬉戏 光看就让人捏把冷汗 非常非常的离谱 大人都在施工 根本无暇顾及孩子的安全 我们收到成情之后 马上跟劳动局还有监管处来反应 民进党桃园市议员黄雄慧 是借过民众成情 影片中的工地就位在桃园市 稳重一路上 一处正在施工的五层楼透天别墅 星期天好几名工人正在屋顶 还有旁边的鹰架上施工 其中却有一名一四六七岁的男童 出现在屋顶上 施工厂竟然成了男童游戏场 那不是我们这边的小孩子 好像外地来着 小孩子跑在工地里面 出时那是谁要负责 工地的那种工头 它对这个安全一定要维护好 不管是敢工或是什么 以安全为目的 事逢假日 男童一四十跟着大人上工 但透天别墅的屋顶是倾斜的 现场也没有任何防护措施 公安问题再成焦点 记者王小华 桃园报道 天篮 电视频 字幕志愿者 李宝检 唯一 官方 一